我们在临床中会经常遇到一些患者伤口延期愈合 它延期愈合的原因有很多 一个就是我们伤口处有感染 有炎症物质 这时候它可能肯定会延期愈合 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异物 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里面有些残留的异物 它也会导致延期愈合 还有一种就是说结合的患者 它会临床伤口也会经久不遇形成痘道 还有一种是肿瘤的患者 大家都知道肿瘤的患者 它愈合能力也是非常差的 经常我们看有一些同样的伤口 它会很长时间才会愈合 还有一种糖尿病的患者 因为它一旦伤口破溃之后 它会甚至是有的人可能是七天到十天就会愈合 它会达到三个月半年才会愈合 再有一些老年患者 它因为肌体抵抗力差 营养状况差 它的伤口愈合时间也会相应的延长 我们伤口的话 一般的腹部的话就是七到九天 我们四肢的话就是十二到十四天 我们头部的话一般的是五天左右 这个我们正常的这种愈合的 根据部位不一样 因为它的血供也是不一样 我们头部血供是最丰富的 所以说它愈合的时间也是最短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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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